好的,什么东西是我要吃的,什么东西是我不吃的,我们每一天都在决定着我们吃不吃这生命树上的果子,还是我们吃不吃这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是来荣耀我们自己呢,还是来荣耀神?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一点点都不抽象,如果我们好好地来想一想我们每一天所面临的这些决定的时候,有多少决定是夫妻二人一起同心祷告以后所做的决定,有多少决定是丈夫或者妻子单方所做的决定? 这是一个问题,有多少决定是夫妻二人在祷告以后所做的决定,有多少是夫妻二人一拍脑袋就做的决定,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这个一点都不抽象,也不遥远,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都遇见这样子的问题。 那这个,当我们怕神的时候,当我们想来逃避神的时候,神做的是什么呢? 神怎么做? 神怎么做? 来找我们 神来找我们 在他吃这个,在神问他之前,你觉得神知道他们已经吃了那个果子了吗? 肯定是知道的 但是因为神想让我们亲自看到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的consequence,后果 神来找我们,神来找我们 神来找我们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下面 这个诱惑呢 这个诱惑呢 怎么来 把夫妻二人的关系 有改变 有什么改变? 大家看到了吗? 大家看到了吗? 对 对 就开始大家互相指责 前面一张还是说这是我骨中的骨和肉中的肉呢 这就不是我的了,就变成他的了 我觉得他们吃了这果子以后 第一件 你一场夫妻的关系就是应该在第三章第七节这里 就才知道自己赤身肉体 便那儿胡花果的 是为自己捐作曲 因为我们之前在讨论上一项的时候 说夫妻二人赤身肉体 并不羞耻 有一个point就是说 那个园子那时候只有他们两个人 就除了神来他们 就没什么必要羞耻 但现在还是只有他们两个人 所以他们就觉得 是的 就感觉他们的关系是有一些 有一些变化 为什么自己有羞耻 他其实没有说羞耻 他就是说赤身肉 为什么要拿一个东西来编作曲子 他觉得这个意思是什么 你觉得他这个 就文化果的叶子的这个 是和自然相对的 还是为了什么其他的 还是为了什么其他的 他为什么 他这个遮掩是不让谁看的 不让对方看的 不让对方看 不让对方看 不让朋友看 还有神和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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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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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遮掩自己和对方 不一样的地方 当我们在犯罪之前的时候 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来谈 但是当我们陷入诱惑以后 我们不愿意和配偶来谈这件事情 我们最不愿意谈的就是 我最想做的事情 或者是 我觉得一定和配偶这边 他会有不同意见的事情 所以我们拿一个东西来遮掩 好像从其他地方看起来 我们是一样的 不是这样子吗 其实夫妻在很多时候 也是这样子的过日子 我们并不愿意来面对 对我们中间不一样的东西 来调和我们中间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把东西先给它遮起来 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东西是 丑陋或者是不丑陋 而是因为这个东西不一样 我觉得不一样呢 我只把它先遮起来 我只把它先遮起来 当我们在夫妻二人中间 有互相指责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症状 就是我们现在 某一种诱惑之中 当我们夫妻太太说先生 指责先生某些事情 或者是先生指责太太某些事情的时候 不单单是因为这个亚当夏娃 在多少年前所犯的罪 很多是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某种诱惑里面 所以也许这个诱惑我们夫妻二人都在里头 也许只是一个人在里头 但是当我们在里头的一个症状 就是我们在互相指责 所以如果我们夫妻二人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真的是夫妻二人好好的一起回到神的面前 向神来祷告 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我们所陷进的这个诱惑是什么 因为在诱惑里的时候 就会夫妻互相指责 你看这个 那个亚当先指责这个夏娃 然后夏娃指责这个舍 反正都不是自己的责任 那我们下面再看看就是说这个 诱惑这个罪 怎么来影响我们和我们周遭环境的这个关系 诱惑这个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所以他们第一次创造大棵的棵 这是这一个 还有其他的 那这个有什么 就是说 Why cannot sow the fig trees to make coverings 所以它这个有错误吗 它这边做的事情是不对的吗 你是说cover themselves 是不对的 还是说use the fig tree use the fig tree fake leaves 没有什么不对的 因为现在创造了世界的时候说 那我们好好来看一下 我们翻到那个第一章 第二十九节 那创造了 那创造了 Well I gave you every seed bearing plant 上שלred on the face of the whole earth that every tree that has fruit with seed in it they will be yours for food za主 置 Home so digestive 那整三个 来面 然后再去水 Developer 那 来面 是一切 这边这 提出了 当我们这个犯罪以后,我们和大自然的关系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从来以后,这些植物被exploited for clothing, for whatever coverings. 因为我们犯着罪,人自己去把fake tree拿来作为covering,神并没有教他这么做。 很多时候我们看环境污染这些问题,很多的这些问题都是人造的。 从伊甸园那边就开始。 伊甸园所造的这些树木,神没有让他们来做衣服。 神说可以愿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 Period, the end, no other utility is implied. 但是,人自己把这个东西拿过来,砍了个树,来编做裙子。 那和动物的关系呢? 有吗? 有吗? 就刚才你说的。 因为我们的罪,就是21节。 因为我们的罪,不单是第一个植物死去了,第一个动物也死去了。 因为我们的罪,动物也受牵连。 所以我们现在和植物的关系,我们和动物的关系,不是当初神所命定的那个关系。 是被歪曲的一个关系。 在神尾亚当和夏娃做皮子衣服的时候, 然后,有动物被杀。 你才有皮子穿吗? 有血流出来。 然后这些血呢,来被盖。 他们所犯的这个罪。 这是当初的方式。 那现在我就问大家,就是说,现在在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里面所面对的诱惑, 或者你已经陷入的诱惑,你怎么来走出来? 就是 Eg牵迫。 ág立,再咱勋 Bjørn折。 诲惑,withFFC. 婿 Й烏, nineteen姇烏, 形拨的,四位线 Stellarium。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如果我们已经在试探里面怎么办 叫我们脱离胸困 还有什么 为什么在伊甸园里面会有这个蛇呀 如果你回到创世纪我们看第一节和第二节 谁可以读一下 提出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天面灰烂神的灵命 我有个问题啊 如果神是光 他创造了天地 为什么地势空虚混沌 是空虚混沌灭黑暗 那个时候魔鬼已经过落 他已经成功了 你怎么知道这一点 我看到瑞吉尔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演出 他讲到上帝 他已经在创造万物之前 魔鬼已经在那个运行了 但是我没有深深的 没有去思想过 为什么 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 非常的重要 我们先起个头 起初神创造天地 第一节和第二节 地势空虚混沌 冤面黑暗 神的灵 运行在水面上 在这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撒旦堕落 被神扔到地上来 神创造天地 一切都是好 但是当撒旦堕落 他到地上以后 冤面黑暗 从创世纪的开篇 到最后的启示录 讲的是一个故事 就是神 怎么来拯救地上的人 对 到时候我们还会再讲 为什么神来创造人 在冤面黑暗 这边是撒旦在控制这个地球 但是神说 我要把这边拯救出来 而我拯救这个地方呢 我不用天使 我用人 我用人 所以 人生的理由 忘记了 攻击人 可以这么说吧 我觉得就是 we are meant to fight we are born into darkness 每一个人 we are born into this world and this world is controlled by the prince of the world 就是这个撒旦 we are born to fight 我们来 就是说来打正常仗 so it's like we are being used as joke as what um like a joke or joke on another 它不完全一样 越博 是吧 not like barely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覺得是,我覺得那個還不一樣。 如果是這樣的的話,確實是。 就是在這個臨界裡面的戰爭,在地球上發生的時候,就是我們做決定來敬拜神。 這個就是我們來打,就是說,在打勝這場仗的一個表征吧。 是一個証明我們是贏的。 但是,有些人都會贏,對嗎? 那些人都會贏,對嗎? 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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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戰爭,這個,這個…… Candid silent live is much more than make my life good. 因为大家看到就是说 当我们被受造以后 我们进入 就是在这个星球 就是叫地球这个地方 诞生的时候 这是一个黑暗势力所 掌管的一个地方 然后耶稣来到这边 为的是让 属神的子民 能够被赎回 从这个黑暗的里面 救挖出来 当我们预见试探的时候 就回到我们起初的问题 当我们预见试探的时候 就说明有一部分的这个黑暗 已经进入我们这里面 我们是神的子民 我们是光明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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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个黑暗进入我们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看着神的精神 看着神的精神 去找它 找它 尽量是空的 对的 当这个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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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遇见试探的时候,当你或者陷入试探的时候,你不能靠和你亲密的朋友交谈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也是个human。 你的 spiritual darkness can be shared,但是这个 spiritual darkness can only drag that person down. The secret or the key to solve, overcome the spiritual darkness should come to Christ. 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 spiritual darkness. 但这个 spiritual darkness is not meant to be fought by humanity. 就是用人的方式没有来解决,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灵界里的黑暗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灵界里的黑暗只能靠灵界里的光明来解决。 而且最奇妙的是,耶稣他不单愿意来take this darkness. 就是为什么他在十字架上死掉。 而最奇妙的是,他不单是愿意来take,来接受我们的黑暗,他更愿意来把我们的黑暗完完全全的抹掉。 所以如果我们的中间,你们家庭里面有某种诱惑,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承受,或者是你已经在里头了。 这个 spiritual darkness cannot overcome by human sharing. 必须 involve Christ and supernatural power to burn the spiritual darkness.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gospel is such a good news. That's the only way out. 甚至在旧约里面都没有办法 overcome spiritual darkness. 所以在我们在面对这个诱惑的时候,诱惑本身不是罪。 耶稣也一样的被诱惑,但是陷入诱惑,接受诱惑是罪。 来抵抗诱惑本身不是罪。 来抵抗诱惑是我们的责任。 诱惑本身不是罪。 你看见诱惑也不是罪。 但是你接受诱惑是罪。 这是完全我们的责任。 来怎么来抵抗诱惑呢? 首先就是要来和神有这样亲密的关系。 要知道他的话语。 夫妻二人一起来祷告。 当我们陷在罪里面的时候, 夫妻二人要一起把这个罪呈现在耶稣的面前。 让他拿去,并且完全摧毁。 他是信实的。 在约翰一书这么说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 他必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这就是福音。 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这样子的特权来到耶稣的面前。 把我们所面临的spiritual darkness来给神。 神也愿意来接受这些spiritual darkness. 。 即使他是灰色。 他和神是光和黑暗没有什么关系。 但他因为耶稣的关系,他愿意来接受我们的黑暗。 当他把我们的黑暗拿走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没有黑暗,只有光。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就是为什么耶稣所成就的是那么大的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应该是喜乐的,不应该是愁苦的。 这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有盼望的,不应该是悠悠愁愁的。 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个主愿意来承受,并且能够拿走我们心里的黑暗。 好的,那我们今天基本上就讲到这边。 我们下一次。